第二個範例 範例的部分 所以待會也許可以拿這一段程式 我其實這一段程式的話 主要要講的部分 所以待會請各位利用第二段的這個程式 稍微看一下哪邊有些重 首先的話第一個 各位有沒有發現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的話 這邊多了一個什麼 多了一個ID OK有沒有 也就是說有一些那個網頁裡面 會針對那個某一個tag 某一個標籤 他會給一個ID 然後用ID去做 每個標籤之間的差異性 也就是段落 比如說這個段落 第一個段落的話 它的ID叫P1 第二段的話ID叫P2 OK那另外當然P1裡面沒有class 可是呢 P2有class 有沒有 所以這地方的話當然我們可以記得吧 底下的方法 那怎麼去抓到ID 特別注意哦 OK 前面我們一般是講到那個class有沒有 可是現在的話 我們除了可以用class之外 你可以用ID 可是用ID的話特別注意哦 之前我們是後面如果是單獨class 我直接給那個名稱就好 可是像P1沒有嘛 那怎麼去抓特別注意哦 關鍵的地方來了 你必須在後面怎麼樣 給一個什麼呢 給一個字典 那字典的話呢 這個地方呢 你就什麼 前面是什麼 前面是他的ID 就是他的ID名稱 後面的話呢 就是給他 就是ID的一個 這個樣式名稱 後面的話呢 冒號 OK Key Value的架構 前面是Key 後面的話呢是Value Value的話就是 我要抓哪一個 當然這邊是P2 我把它改成P1 就段落1 假設這樣 那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那理論上執行之後 應該就抓到什麼 抓到Find的這個結果 就會把這一段給抓過來 所以要把它執行 我們透過那個ID去抓到看 OK 那你會發現呢 我是段落1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他前後的標籤拿掉的話 一樣 就是你在Find這個後 這個後面加個.test 那當然呢 他的資料呢 就只會抓到什麼 抓到 這個我是段落1的部分 同理了 這邊當然你可以把它改成P2 OK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的話 各位也可以練習 就是說呢 如果我要抓P2的部分的話 你會發現你可以怎麼 除了這邊可以ID 第二種寫法是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P的第一個參數之後面 加上ID等於P2 OK 這種敘述方法 另外的話 後面有個class 你也可以加一下 不過特別是 class後面呢 記得他會多一個底線 這個底線呢 你想說那底線可不可以拿掉 抱歉 如果你拿掉的話 執行應該會失敗吧 我印象中 這個會看不懂 不過蠻奇怪 為什麼class 他會多一個底線 可能是另外也有一個class 也有一個參數的名稱 也叫class 他又避免衝突 所以他這個改一下 這個地方執行的話 那就會抓到什麼 抓到我是段落2 當然如果說我今天 一樣 裡面的東西要點text OK 把它執行 我是段落2就出來了 OK 其實這裡的話 當然 因為這裡class等於那個read 其實只會有一個 所以如果你假設把第二個 ID拿掉的話 那我找到它class等於read的話 我看看 有沒有 這也是會抓到第二個 其實 甚至呢 這個參數有沒有 參數的名稱如果拿掉的話 結果會不會是一樣呢 執行看看 有沒有 也是一樣 OK 也就是說呢 未來呢 假如說就是像我們之前講的 如果呢 他第二個參數 預設 假如是class的話 那你是可以不用加的 OK 那 這樣的部分 那請各位試試看 主要是 在增加那個所謂的那個 這個ID部分 其實如果說啦 你兩個段落都要抓 抓過來的話 一樣可以用body OK 只是說我們會多那個 ID跟class的敘述 我來畫面再還給各位試試看 我想請問一下 我怎麼記得 好像說